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看的是 那么马总统所带领的行政部会 变成是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今天首先看几个单位 第一个看的是北检 来看北检 北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梦想家这个音乐剧 两天收掉了两亿五千万元 台北的监视今天是真结了 认为茶无涂利的时政 将全面签结 北检今天也举行记者会说明 那么冯光远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他说马政府要湮灭真相 我们稍后让你来看 因为这个蛮厚的 蛮厚的这个签结的内容里头 仔仔细细看这个内容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 他告诉我们是 到底指定给这个梦想家来办的 这一位人士呢是怎么来的 包括就是赖胜川谁指定的 两亿五千万的经费到底怎么来的 这里头也非常详细的说明 我们稍后念给观众朋友听 由你来判断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这样的检察官到底在办什么 那么包括北检今天还宣布 就是外交部的前驻匪机的代表秦日欣 上次说涉及到贪污 跟日本的女子有这个暧昧关系 这个案子今天说查无不法 做出了不起诉的处分 所以我们要仔仔细细了解北检过去这两当一来 千捷不起诉的案件 怪怪哦 那你要多好啊 好像是只要是绿营提告的最终都是无罪千捷 这是巧合还是人民会强烈怀疑 所以北检现在沦违 国民党就是专门要帮马政权来护航的运用机关吗 好 北检到底有没有颜色 今天同样要看是另外一个有没有颜色 就是检察院 监察院有没有沦违 现在这个王胜仁将监察院被认为说 沦违洗脚院的院长王胜仁 王建轩他今天说话了 他说绝对办案没有蓝绿 如果是已经沦违所谓办案有蓝绿 干脆废掉算了 好 我们听听看 王胜仁今天真的又是在布道吗 他这番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现在监委坦克的苏家泉的农舍 到底有没有算是政治性办案 蓝营的政要 房子这么漂亮这么多 到底办还是不办 同时我们要看的是监察院 要不要好好办一下台电 台电现在这个邮电长 店在家 大家真的哀哄片眼 明年台电的购店支出 大幅的增加有154亿 世界上的我们真的买买 你要买多少钱 你卖方说我每年调高较钱自己买 台电到底变成什么样子 到底在变什么把戏 无鬼搬运法吗 这样一个预算编列 立法委员真的可以让他过吗 好 我们一一为您分析 在现场为您邀请到这几位特别来宾 第二个介绍 前时报这款总编辑吴国栋 欢迎您 小金好 台湾 好 继续欢迎亲民党的副秘书长 刘文雄 大家好 以及东吴大学 政政系副教授徐又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欢迎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石秋 各位观众大家平安喜乐 好 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王定宇 小金大家好 欢迎作家冯光远大哥 小金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我们欢迎律师 黄定宇律师 来到我们身上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 从第一则报导来看梦想家 去年建国百年的国庆晚会 梦想家舞台剧短短两天 烧了两亿五千多万元的纳税钱 义文界痛批 品质粗糙 引发图力的质疑 那么今天文建会 当时文建会主委 盛智仁他也召开记者会 不过这个案子他被列为被告 被告还包括了马英九总统 跟前行政院长吴敦毅 这个案子经过北检的调查之后 今天侦查终结说 查无图力的市政 来看看最新发展 那一切也都是合法 我也很高兴说 这个事情在人生当中 画下一个据点 也还给所有人 相关的一个公道跟清白 新卫司法还他清白 选前爆发建国百年晚会 梦想家音乐剧 两天烧掉两亿 文建会图力宜云 一度撼动马英九选情 主委圣志仁因此丢官 北检大动作介入调查 选后轻轻放下 军查各标案 居朝不法之情绪 均以马英九 吴敦毅不赦 自难认马英九 吴敦毅 有何不法之犯刑 从圣志仁到民进党 一并提告的马总统吴敦毅 通通查无不法 承包晚会的赖生川 从头到尾指列证人 相关人等通通安全下庄 结果令文化界哗然 民进党质疑政治结案 不是没有原因 翻开这份梦想家的签结调查 北检说 因为文建会考量赖生川的名誉 声望才会签订合约 完全没有解释 难道台湾没有其他艺术团体 购格吗 承办晚会 何以非赖生川不可的疑虑 而读后赖生川 也是根据政府采购法 经主管机关核准 采取限制性招标 语法有据 至于多个承揽价格跟底标相同 北检调查经比价减价后 厂商表明愿意用底价乘坐 还背书招标过程没有泄命 十一页的报告中一堆查无不法 最后才仅仅以行政疏失一语带过 謹因信赖表演工作坊所提出预算金额 即编列两亿五千多万 不如行政疏失或行政瑕疵 魔鬼就在细节里文建会毫无底线 任凭赖生川开出两亿多的天价 检方却用信赖二字替图利移云解套 文化节跟社会舆论恐怕很难买单 好 观众 在这个律师 黄定领律师 帮我们解析之前 您看厚厚的新闻稿 他点出有几个关键性的部分 我让你看几个大字 这个从第三页开始 他回应的外界的疑问 第一个他说这个梦想家的预算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他做了一点点他的分析 然后第二个部分说梦想家 这个责定由赖生川担任艺术总监 人选是怎么来的 他也有说明 接下来包括不经公开招标指定赖生川 所执掌的表演工作坊 到底是为什么 还有呢 为什么这个案子 不采统包制要切割成13个案件 他也回答了 那么包括了过程当中有没有泄密 我们知道马英九总统在国民党中常会 提前已经宣布了 那时候还没有公开招标 中常会已经宣布 这个建国百年由赖生川来主导 他已经率先宣布 其中包括了就是说梦想家的各个标案当中 由厂商承担价格跟底标 为什么会相同 他调查之后也有他的说明 包括这个舞台案 这个舞台案在侦查中所发现涉及不法的部分 另外有牵涉到这三个关键性人物 第一个马英九总统吴敦义 救国庆晚会筹备及执行 有没有违法的地方 然后我们让观众朋友看 其实他最后总结 他说梦想家虽有审计部所指的缺失 然无刑事的不法事情 你看有缺失 没有刑事不法的事情 他也提到说有些是属于政治责任的范畴 后面你看有政治责任的范畴 还有什么行政缺失的部分 还请权责机关来处理 权责机关大概指现在的就是文件会 就是说他承认有政治责任 也有行政缺失的问题 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 检察官好像非常用心 可是我看的结果 好像有一些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那关键是办还是不办 现在结果是没有违法 来黄律师怎么看 我想这一份整份的铅结的这个新闻稿 我整个这样子读起来 我认为是一个避重就轻的新闻稿 怎么说 第一个刚刚主持人在谈到说 有关于他预算形成的部分 他比拟了很多包括高雄市运 美国独立纪念日活动 法国大革命等等 这个规模其实跟梦想家大家都知道 是说各国的大型活动的规模跟预算 跟梦想家显然是不成比例的 他的规模是无法做类比的 那我以高雄市运这个案子来做比较 高雄市运他的主场馆是19公顷 他的座位是5万人 但是梦想家他只有高雄市运主场馆的十分之一 但是他的投影设备的标案 是超过高雄市运的1000多万 所以他明明规模比较小 但是他的标案还多人家1000多万 他的灯光标也是 高雄市运的灯光标是500万 但是在梦想家这个案子他是900万 他规模比人家小 但是却可以拿来这样子做 拿大规模的来做比较 我就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比较 是在帮他脱免他刑事主观上的一个犯罪责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包括说为什么他说不采统包的这个原因 他说北简他的声明稿上面讲说 本来是规划全部交给表演工作坊 但是因为金额过度庞大 所以把它拆开来 大家都知道说政府采购法 他本身是你只要标案的金额越大 监督跟透明度就要越高 所以很多人他在做标案的过程里面 他把它切成很小标 他是为了躲避监督 在这个部分 北简虽然承认说他是金额过大 然后所以把它切开来 但是他没有去谈说 为什么这样子做切开 那切开之内 切开这些标案之后 有没有涉及不法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泄密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政府采购 把第34条的规定很明白 在办理招标文件公告之前 都应该要予以保密 那如果公开这些资料 有造成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个情势的时候 就会有泄密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说 他今天公开招标 文件会公开招标 是在2011年的4月20号办理公开招标 但是在2011年的3月21号 也就是前一个月 剧场协会的内部会议记录 已经呈现说他们会得到这个标案 可能会得到这个标案 那更夸张的是 2010年的10月13日 国民党中场会 甚至人他就到那边去报告 说预定由赖森川来做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内定或泄密的问题 我认为说北简在这边 没有严格或者是详细的来做讨论 但是他办完 他已经点出很多问题 郭东大哥 我来看看 好像你这个案子是 都认为是有问题 他现在跟你讲是 查无不法 结论是这样子 北简台北地监司 是有备而来 是有备而来 一个新闻稿 发到21号 寫得密密麻麻 那不是新闻稿 那只是監察官的迁捷文 迁捷书 他也知道这件事 全台湾都在当时 这件事 由于干燃到 也能救到五十年 所以他要寫得很软 但是里面一句话就说破了 这句话如果能成立的话 怕你整个台北架架 整全台湾架架 那些贪污土利厂商的人 大家都去叭 都会叭 叭到叭 那句话是什么 因为信赖表演工作坊 所以编列了两亿五千万 现在多少人因为贪污 用土利称称 公布林外共整个里面 说哈 这句话就算没做 我当初是信赖厂商 所以我编列预算 为什么我有做 他为什么他没做 所以将来圣志仁说 我还他公道跟清白 我相信圣志仁个人的清白 不然他对这件事 他都没有去提到一家文 我可以相信 但是 你对这厂商 为什么信赖表演工作坊 编列了两亿五千万 这件事你要怎么说 这件事要不通缓 各种你为止 北捷应该 除了你的新闻稿以外 你要在网站公布 那个戏目出来给大家看 洪光源在这里 立法委员 陈其迈 立法院拿几个拜扬文件会 公布戏目 就是拿不到 没人看得到戏目是谁 那你北捷既然签结了 那你就把戏目公布给大家看 看这个两亿几千万 到底是怎么标的 怎么花的钱 每一项厂商怎么请款的 结果没有 发博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戏目 一张应材多少钱 我们看得到 现在我们看不到 这个梦想家里面表演的钱 是什么钱 发博 当初是怎么办 市政务公务局 跟那个顾问工程公司 跟他说要变多少 顾问工程公司就编的那个预算 一张应材来变多少 才有下那个以上 跟这个案不是同样吗 人们现在发博里面还有几个 现在还在監察官员办 既然想家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解 一句说信赖抽象 这些表演工作法 这样就可以脱身了 你说那些贪污 那些土地做的人 想那些三个半米 就会起来 起来跳 国同大哥已经点出 我等一下让国人朋友看 赖声川是怎么来的 谁指定他的 包括两亿五千万的经费是怎么来的 原来是赖声川自己提的 那么经过了主办单位觉得说OK 你就是符合整个采购的原则吗 这个是你看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他整个新闻稿的内容 提到说他怎么 侦办这个案子的缘起 然后对于事宜的部分 总共一直到 总共有14项的疑虑 他一一去提 14项结束之后呢 这总共有11页 11页从缘起到整个侦办的结果 后面呢 你知道他把这14项 整理成QA 梦想家案之疑问及事宜 国庆晚会的预算怎么来的啦 他把同样东西 包括为什么在台中的圆满剧场啦 为什么是赖声川担任艺术总监啦 有没有违法啦 整理成有几页 QA的部分 总共有12页 所以呢 11加12总共是多少 23页 有23页 那么很 看起来北检非常用心 觉得说大家应该无煞煞 看不出什么 这个到底为什么结果是这样子 那么重点是 冯大哥 你长期关注这个案子 现在签结了 万一届过去所怀疑的部分 现在怎么样 都已经适宜了吗 我想台湾人基本上是适宜了啦 好 那那个 那整个事情呢 你那是什么字 double没有tag到一下 对 台湾人基本上是适宜了啦 那当然就是说 那马英九这些团队基本上都是清廉的啦 那当然就是说这些事情呢 可能就到此结束了啦 那整个事情呢 大家看得出来嘛 没有不法嘛 好 那整个事情我觉得最荒谬的是 2.3亿是多大的一个案子 2.3亿里面牵扯到的 牵扯到的工程 是多少的工作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做剧场的 我们知道嘛 可是大家要知道 13个分案里面 有11个标是在表演前 我看好是11天到58天之内绝的标 这个里面牵扯到多少 例如说有些工程是跟国外 还要订一些装备啊 还有国外的顾问啊 要来 你11天到58天 这个短短的时间 任何我们做剧场都知道 我们就算做一个20万 30万的这样子的案子 两个月之前基本上 都一定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它是两个月之内绝标 所以你看光是 你算那个工务的流程 你就知道说 因为有些标绝了之后 那如果是跟国外的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订了一些合约的话 你要去访价啊 你要签约啊 然后还用印啊 整个的工务的流程 其实是非常繁复的 那可是你要知道 13个标案里面 11个标案是11天至 就是说58天之内绝的标 光是这一点 任何剧场的人 任何就是说 对于剧场实务 有点了解的人 都知道这个不可思议 所以这东西 早就开始在工作了 那早就开始在工作了 只是说OK 检察官 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 之所以会变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只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案子没有出现录音笔 现在台湾的这些司法人员 要办案了 一定要有录音笔 有录音笔 他们才会办案啊 哎呦 讲了没办法 报纸媒体都公布了 我这边想要帮他们把它戳掉 也戳不掉了 OK好 那我们就来办 这个案子因为没有录音笔牵扯在其间 对不起 那就是按照我们的 马英九氏的青年 马英九的这样子的司法体系去解决 所以是说马英九 哎你真的是青年啊 没有办法 那这个案子你觉得这样子 小心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王光源刚刚提到了 我现在这里要替林医师喊烟了 要平缓 如果照北检的这个签结书 林医师是因为信赖陈启祥地勇公司 所以拿了六千三百万去处理 中勇公司 中干公司的下脚料 他哪里错啊 他也没错啊 他哪里有徒例谁 六千三百万他因为信赖陈启祥啊 跟录音笔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种签结这种案子 你要交代他为什么信赖这个表演工作法 编的两亿五千万 这个编的到底合理不合理 为什么再分 在十几个标这样子标出去呢 虽然检察官都不讲这些戏目给大家听 他只有一句话就要把你戴上去 他敢不相信 敢不信 敢不信口服 陈文倩曾经在节目当中点出马英九跟吴敦义的角色 那其实在当时的周刊也有大篇幅报导过 我们让你来看马吴的部分 他签结当中他所认定的 这是在第十一项 第十一项里头说 马英九吴敦义就国庆晚会筹备及执行并无违法的地方 我们从后面这一段看起 一共赖声川人选的决定 议系被告甚至能参考国内外大型演出经验而决定 那么大型的演出经验 这就是刚刚这个黄帝颖律师所特别提到 他特别参佐的单位活动 你觉得以这个扮梦想家的音乐剧 然后去参考这几个单位的活动 他说他参考呢 他参考什么 参考包括高雄世界运动会的开闭幕仪式 中国建政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美国独立纪念日历年的庆祝活动 南韩建国六十周年庆祝活动 新加坡四十周年的国庆活动 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等相关活动的经费 来决定建国百年各项主题的经费 到底是多少 他是这么说 好我们继续来看 马吴的角色 马吴的角色 一公这个经费是盛智人参考 国内外大型演出经验而定 被告马英九 在九十九年五月十二号 在总统府听取被告盛智人报告时 经告之一百年国庆活动的架构跟预算经费 两亿两千万元 包括在九十九年十月十三号 国民党中常会听取被告 盛智人报告时经告之 国庆活动由赖声川统筹指挥等刑事 要难任被告 马英九有何不法犯刑 另外为什么选定的台中演出 依被告盛智人的知公宿功臣 系参佐被告吴敦义的意见 他参考吴敦义的意见 及被告圣志人也认为 北中南均应有大型庆祝活动等考量所致 为后续规划以及标案选定 系由被告圣志人 与文件会建柏基金会的相关承办人员 与表演工作坊来接洽 均与被告马英九跟吴敦义无色 来我请教师来定语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真的好像可以完全切割吗 真的是完全马无 没有任何的责任问题吗 我应该跟我隔壁的冯大哥 借那个屁出来用 其实其实我们头头看 这个借我用一下 听说拿这块就可以不用被告了 这个 这一个新闻稿夸张在哪里 它看起来要解释很多的疑问 却没有解释完 比如我头头说的 绝标 在这个标案前的11天到58天绝标 我们才有几个民意代表 我们常常抓到政府标案 微标绑规格标是什么情形 我标到一个人行道 里面有一个材料 只有国外才有 而那个绝标的时间 所有的厂商都买不到 只有你来得及 这几种案 第二种案是 你也知道在哪买 但是你去买 它就不卖给你 只有某个人才能买到 这叫做绑规格标 那这个事情 北柬对孟想家这件事情 有没有这个情形 怎么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2.3个案 这么多丁股 这么多专业的器材 国外的采购 怎么可能来得及 我跟你讲 甚至你太笨了 你就公开招标 没有人标得到 因为标的人 没办法履约 还要被罚钱 你有没有解释这个呢 那我们进行看到 甘山营的主计单位 主计单位讲的话 比较像检察官 主计单位讲的 12个字 逃避监督 金额不清 违法和销 这是甘山营主计单位 下的报告 对47亿 47亿 建国百年里面 包含孟想家里面 所提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12个字 结果 我们的北柬说的是什么呢 好 查无不法 又看到人说 像化妆师 像发言人 还加了一个尾巴说 好像有行政书师 检察官啊 行政书师不是你管的 你查无不法 你把它讲清楚来 可是你不能解释 但是我们要问的几个为什么 第一个 赖森川很优秀 但是台湾的团队 是不是只有他 为什么非他不可 为什么事前 国民党的中常会 就知道他要来做 一个表演可以这样搞吗 第二个 为什么要从室内 谁下令改成事外 孟想家从室内改成事外 听说是这样最后爆增 增加了一两亿的次数 三千万变成两亿 对 从三千万变两亿 变两亿三千万 谁下令的 你有没有解释给我听 上了鸡鞋 听说不是甚至人 那是谁指示 在接近总统大选前的两三个月 把一个室内表演移到室外 让这个预算 暴冲两亿三千万 而这个是谁讲的 监察院主机单位讲的 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要拆标 你如果问心无愧 内政团这么优秀 通通给他嘛 他就去 他就去评估 那还比较好的合程序 他去通计 我都都报了 我规划出来 大概要总支出多少 你如果认准就半钱了 结果你不是 他设计 他建议的预算额度 你要贴这十三标 那这十三标 得标的人 跟赖深川都没有关系吗 你这样猜在回避什么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为什么 就是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 冯光颖大哥讲的 为什么要创造这种 来不及的标案 结果只有赖深川这些团队 来得及 如果这二十三页 里面竟然还有Q&A 一个检察官还要用Q&A 说你们都烦了我 Q&A给你们报告 你的Q&A 有没有办法回答这个 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 我们台湾的司法的威信 我告诉你神志在破坏 就是个屁在破坏 等一下我们要更细部 来看这样的内容 各位继续帮我们做评论 如果像这种情形的话 检察官都可以放过的话 台湾好像没有任何厂商 涉及到图利的部分 可以办得成 真的喔 其实从头到尾 点准的是 赖深川早就指定好了 他现在跟你说 就之前的执行长就是要他 他只是跟着 那么去跟他约谈 去跟他接洽 原来两亿五千万 就是赖深川所提出来的 盛之人也照收 北检可以办这样的案子 扮成这样子吗 休息片刻马上再回来 谢谢